明星那些语出惊人的名场面 宋亚轩的脑子里可能装的都是大壁虎 所有人都在给姐姐送祝福时 这种谈 姐姐旅游吧 姐姐买包吧 姐姐抱负吧 你来看 你来说我吗 姐姐醒醒吧 醒醒吧 醒醒吧 跟队友们一起接受采访时 小宋居然来了不危险发言 这环节真的是 我先帮经验的人去 我这就是 对对 明年要是做 等一下 等一下 危险发言 如果他还是喜欢这部电影的话 我可以给他再看一次 我会把他抱的 但张静远你这也被算了宣传话了吗 我希望你 我会武术啊 是为了能让傻叉心情契合的过程啊 我读书呢 是为了能够和傻叉心情契合的过程啊 我读书呢 是在厕所 就是为了坐在那儿玩